打開蓮蓬頭開始洗澡 突然右下角出現亮光 居然伸出一支手機 鏡頭朝上偷拍 把洗澡的女遊客給嚇壞了 PO文說洗澡時隔板下方 有不明黑色物體移動 確認後居然是鏡頭 而且還連拍兩次 遊客自己模擬 從外面隔板下伸進鏡頭 果然可以拍到整個浴室 女遊客恐怕早就被看光 有人偷拍啊 當時洗澡的遊客看到一支手機 先尖叫發現手機沒離開 鼓起勇氣邋遢 對方才掙扎逃離 回到營室詢問 發現很多人都有看到偷拍鏡頭 大約是下午到晚上 共三個時段 恐怕受害者還有很多 但遊客不滿 當下業者是封鎖了出入口 旁邊還有小路 根本方便偷拍嫌犯脫逃 事發在跨年夜高雄寶來 這處露營區 雖然從外面遮住縫隙 但偷拍事件已經傳開 遊客當場報警 在場檢查手機 卻沒發現偷拍者 由於營區沒有監視器 要找偷拍嫌犯 困難重重 兴高采烈 露營跨年 洗澡看見偷拍鏡頭 受害者的驚慌害怕 可想而知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 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 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baby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好